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倒霉游客放出怪物 导致沙子也能吃人的奇幻电影 一群年轻男女在沙滩上开派对 为了不让电话影响氛围 大家把电话都放在了一起 伴随着音乐每个人都很嗨 这时背心男和小黑胖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一个形状怪异的大肉球 众人对他充满好奇 还准备用火烤一烤试试 但没有发现一场 最后也没有再管他 第二天 金发女醒来看见不远处 有一只正在沙滩上的鸟 怎么也飞不起来 不久后这只鸟被吸进了沙子里不见了 金发女直接惊恐 赶紧告诉众人不要接触沙子 然而话音没落 龙套女一脚踏在了沙子里 痛苦地拔不出脚 被沙子吞噬了 坐在车上的龙套哥不听劝 要跳下车救龙套女 刚下车就被沙子吸住了脚 最后也领了盒饭 所有人都不敢再碰沙子 但用来求救的手机放在了后备箱里 车子抛锚了 走不了了 他们只能待在原地 小黑胖醒来 发现自己被塞在一个打圆桶里 他使劲蹦打 却被众人告知不要乱动 于是他们只能在炎炎烈日下开始等待 金发女看见大肉球已经裂开 于是纷纷认为沙子能吞噬人肯定与他有关 坐不住的肌肉男开始想办法拿水和食物 他拿出两个冲浪板铺路 然而就在他快要走到桌边时 不小心差点摔进了沙子里 沙子里伸出无数的触须攻击肌肉男的肚子 好在肌肉男一个攻腰阻止了触须进一步攻击 虽然成功拿到食物 但也受了很重的伤 这时一个警察开着警车来到了沙滩 众人顿时燃起了希望 然而就在众人警告他不要接触沙子时 不听劝的警察却毅然的下了车 穿着皮靴的他并没有立刻被沙子吞噬 于是他就警告众人不要乱说 然而话还没说完 他的钥匙落在沙子里 就在他伸手去捡钥匙时 手被吸住了 还没出现两分钟就领了河饭 好不容易等来的兴望又一次破灭了 黑衣男受到警察的启发 打算用衣服裹脚然后离开 于是小黑妹丢给黑衣男一个毛巾 黑衣男为接住毛巾掉进了沙子里 又一个人下线了 于是金发妹等人试着将篮杆拆下 将他铺条路到警车上 刚开始众人行走很顺利 然而一个河饭妹从土中跌了下来 求神于极强的小黑妹 脚底裹着厚衣服就直接冲向了警车 不断进化的沙子怪物伸出了触角 将站在警车上的小黑妹摇倒在引擎盖上 被卡在桶里的小黑胖也被怪物拖进了沙子 到了晚上 小黑妹醒来后找到了一个充气垫 将肌肉男和金发妹接到了警车里 此时怪物又出现 机智的金发妹找来一桶汽油浇在怪物身上 电燃将它烧死 最后疲惫不堪的三人倒在了车里睡着了 第二天被路人叫醒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沙子怪物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